我们来的房子 他能过程度去 那这个童谣房子要在哪里找 不是在寺庙里面 也不是在教堂里面 所以老师呢 就把这个再折了一下 老师就告诉他 这像不像一间房子 女后的房子 很多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个房子 所以他里面的 就是他这个对折了 对折的房子 他说现在三跟二要分担了 从中间三要分担 所以他说当时 耶稣的时候三天互活 所以他就把这个 主折的三折 他就说三天互活 他就说七天耶稣七三天 耶稣在三天七三天所互活 那在我们现在教堂来讲 他说其实现在的天使 就是青阳体 红阳体 进入现在的白阳体 现在的白阳体 所以现在是白阳当月 这就是后 然后哪里不是把父亲也开了 打开了 第三個膽子不動它 就放著 然後就把這些膽子把它打開 然後它就講 上帝神的是佛愛嗎 上帝神的是佛愛嗎 這個拍卡是一個英文字的 不要 不會太開了 這是一個肉 就是說上帝講的就是佛愛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已經失去了上帝的這個佛愛 所以就證明說 有了我們自己的想法 有了對著 不應該有了這個情形 所以證明人就會倒罪 是不是 就會倒罪 所以他就忍受用這個 這樣把它採平的設計 因為這兩個比較寬 所以就把它對著放進去 不應該有了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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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脱离地狱之苦怎么办呢 你要脱离地狱之苦你必须要得永生啊 得永生你才有办法脱离地狱之苦啊 是永少了一点啊 是吧 永生永生少了一点 那没有一点啊 那没有一点怎么办 从耶稣的地方那里借吧 是吧 所以他就把这个 这个 因为你不要点得太大 你点得太大的话 他这个造作你那个 掌菜中那个会很大 而且也不是很会胜 所以就是把这一点点下来一掌菜 那你会看到永生啊 那你会看到永生啊 耶稣在三天复活嘛 耶稣在三天怎么复活的 你打开了就不是这样 对 中间一个转门 对 中间一个转门 就是 就是这样中间一个转门 所以耶稣说的 你要得永生 你必须接受自己的十字架 你要找到这个转门 你应该进入天国的门是转的嘛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这个转门 所以你看看这个转门 十字架当中的转门 今天我们得受名字词典呢 我们名转门啊 哦 转门原来就在这里 你今天耶稣的神父啊 牧师啊 懂得 他知道转门在哪里吗 他不知道 他也没找到 那 老师说 这个好像是 这个不是老的 耶稣说 你要回到圣语 见天主去接受自己的十字架 自己的十字架在哪里 这说明是十字架 你会有十字架 不知道我们的山上吗 对 这个十字架不用去买的 是吧 真正真实于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你说那些他们那些 修理啊 那些什么啊 都挂了一个十字架 很大在中间 你说那是他的吗 戴在他身上的时候 是他的啦 离开他的身体 都不是他的了啦 对 是不是这样的 对 改天 链子 断了他不知道 掉了 我的十字架跑去哪里了 所以 修这么一张词啊 很简单的 这张词 你看 把圣经里面的真迹 道理都已经 讲出来 你一个基督徒 你只是一个基督徒 你一个很成心的基督徒 你故意去念外 他就可以了 所以像我们花来 修这么一张词 就读了一个牧师 这不是人度一个啊 这都度了很多的 这些基督徒啊 对啊 你看他去了 他把他那个 价位的全部都度来了 那你却上一天 就只有一场 所以他就是 那像佛师 那是佛师 佛师 嗯 是啊 那是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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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师